賴智和教授 幫我們分享一下 牛章之異菌以及 抗發炎機制的最新研究記者 再次掌聲歡迎賴教授 謝謝您主人的介紹 曾校長 女士長還有陳教授 以及各位在場的 先進來賓大家好 我叫賴智和 我來自於民口 然後長城大學 今天很謝謝大會 讓我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過去幾年的研究 那我早上從台北下來 到台東 這個地方一看 空氣超好 我向台北每天都 複融融的 空氣超好 一進到會場就看到曾校長 我就跟曾校長說 看起來比以前更年輕 我大概有大概可能 五年到六年沒見到曾校長 看起來更年輕 那我後來現在看為什麼 剛幾位教授也提到過 這個牛章之啊 很多功能 那看起來就是校長跟牛章之 差很接觸 所以比以前更年輕 那我現在跟大家來分享的 這個研究啊 也是牛章之的另外一個 比較特殊的功能 他啊 剛剛幾位前輩有提到 看起來啊 然後降血壓 或者是單功能保護等等之外 那我們還發現啊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啊 這個功能 那以前啊沒有人發現 那我們啊很開心啊 知道啊還有這樣子 很意外 然後讓我們發現 他的善意在此竟然是好的 那前面啊幾個前輩都有提到過啊 那確實啊 是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國保 量不多 但是呢 功能啊非常非常多 那也要很特殊的培養環境 那在固態或者是 醫態培養的指示期 他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好 那這個也是剛剛幾位前輩有提到 他有諸多功能 抗癌啊 抗發炎啊 保肝啊 以及啊 提升免疫能力 那我們發現啊 他抗發炎之外呢 他對某一些細菌 特別有效 那大家都知道啊 在這個年代啊 在1940年之後 那使用抗生素啊 事實上是很好的一個 治療細菌感染 可是呢 八十二戰啊 快要結束的時候 這一些啊 細菌很多都產生抗藥性 所以抗藥性啊 的細菌啊 在治療方面啊 確實啊 會有一些困難 那我們就發現 他不只是抗發炎 他牛腸汁呢 還有對抗某一些微生物 好 那我們就去 review 一些啊 過往發表的一些論文 那提到啊 他對抗細菌的論文 事實上是不多的 但是呢 他也有很多科學根據 那比方說啊 這一個鏈球菌 那這個鏈球菌啊 它是導致蛀牙 取齒 的一個很重要的鏈球菌 那在2014年呢 就有發現 這個牛腸汁的某一些成分啊 會抑制這個細菌 那接下來呢 這個也是長城大學的研究 那長城大學另外一位代老師 剛剛陳教授有提到 那跟這個很多國外合作 那他們發現啊 這個牛腸汁啊 它可以來感驗菌象 那我們在這幾年啊 這種菌象的發展非常快 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都非常快 那他們發現呢 它會提升好的細菌 然後降低一些不好的細菌 所以呢 它具有抗發炎的作用 那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發現 它跟微生物啊是有關係的 那除了啊 那除了啊 這一些啊 抗細菌之外呢 很多細菌啊 它當然會引起發炎反應 那如果說可以壓抑發炎反應 那它這一些啊 宿主的過度的免疫反應啊 就可以受到控制 那另外一批研究啊 它也發現 它會去抑制NLRP3 它是發炎的一個很中心的 一個發炎體 好 那我剛剛提到啊 我們很有興趣的啊 是在一個很特殊的細菌 這個細菌啊 叫做胃的幽恆螺旋菌 那這幾年啊 也算是比較新的發現 它 在所有細菌裡面算很年輕 雖然它1983 820被發現 但是啊 很多細菌都100年前都被發現 它算新的 那它被發現啊 跟一些 相關性潰瘍 胃癌 那胃潰癌 蛇脂肠潰癌等等之類 都很大的關係 那發現了兩位學者啊 也在2005年 得到羅貝爾勝利醫學獎 那既然知道啊 這個細菌會引起消化到的疾病 那所以 就一般的臨床醫師啊 很直接的想法 就是抗生素來治療 那抗生素治療 也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初期 可是啊 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這樣 你抗生素治療 這些細菌啊 它可以演化成這麼久 幾萬年 幾百萬年來 都還存貨 它一定有它厲害的地方 這我剛提到 它跟某一些啊 比較慢性的疾病 只有關係 像舌長癌癌跟胃癌 這兩個叫消化性癌癌 以及胃腺癌 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抗生素治療完之後啊 最擔心的就是抗藥性 那有幾個抗藥性啊 指標的抗藥性啊 在這幾年啊 漸漸的失效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是在 全世界不同的區域 然後可以看到啊 像這個Metrolida 這個抗生素啊 有些地方啊 它已經高達 百分之九十一的抗藥性 那也就是說啊 它只剩下百分之十不到 對這個藥物有敏感 那其他的治療 根本就是沒有效 那這個是一個啊 另外一個抗生素 抗藥性的分布 那很多國家啊 抗藥性都很高 那台灣啊 跟日本差不多 大概百分之三十 中國大陸的抗藥性啊 大概百分之五十 那這麼高的抗藥性啊 抗生素的治療很顯然啊 會獲得一些阻礙 那如果說有一些替代的方式 來治療 就像剛剛理事長提到 這個新冠病毒 如果把它的接受器給阻斷掉 那它引起速度的一些感染 就會減少 所以呢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啊 來 來研究 那我們在研究這個 細菌的過程發現 它有一個很重要啊 的細菌蛋白質 那這細菌蛋白質啊 叫做Keg A這個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啊 被發現啊 它是一個 致癌基因 會導致癌症 所以啊 很多醫師啊 他們發現 幽門螺旋菌感染啊 會引起胃癌 它不是沒有原因喔 它是有一些啊 致癌的蛋白 那這個致癌的蛋白啊 Keg A這個分子 會被細菌丟到宿主的細胞 那一丟進去之後呢 這個蛋白質啊 會在裡面做一些壞事 會讓宿主的細胞啊 持續增生 那時候我們就想到啊 如果說 我們阻斷這一個蛋白質 讓它進不來 那進不來呢 它就不會引起 太嚴重的發炎反應 那當然呢 你就不會引起啊 往後的一些 細胞的增生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就想說 我們看看 欸 牛樟滋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功能 那在細胞膜啊 有一個很特殊的成分 細胞膜啊 它是零脂質雙層 那有的地方呢 含膽固醇特別高 那講到膽固醇呢 這個就跟啊 牛樟滋很大的關係 那牛樟滋呢 剛剛幾個前輩有提到 它有降血脂的能力 那甚至我們發現啊 它跟現有降血脂的藥物 砂餅很類似 有這樣子的功能 好 那我們那時候啊 就發現 這個細菌啊 它會靠這個細胞膜上面的膽固醇 然後呢 把這個重要的製品因子啊 丟到細胞裡面 丟進去之後呢 就會引起啊 細胞的發炎反應 所以我們就做了很多實驗 來確認這件事情 原來啊 它還有另外一個蛋白質 可以去掠奪 素素細胞的膽固醇 好 那這個都是啊 一些證實的實驗 說油門螺旋菌啊 它有啊 這個掠奪膽固醇的功能 好 那我們就做一個膽固醇的螢光啊 然後讓細菌去感染細胞 結果它就把細胞上面的膽固醇啊 抓過來 那螢光啊 就越來越多 好 那我們就提出一個假設 這個細菌啊 它感染素素的細胞 它會利用素素上面細胞膜的膽固醇 來輸送啊 它一些滋病因子進來 那輸送進來的時候呢 這些滋病因子啊 在細胞裡面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 那比方說呢 它會引起啊 一些發炎的激素啊 分泌出來 好 然後引起細胞的病變 好 所以呢 我們認為啊 膽固醇啊 其實太高 不只是高折子的問題 對感染症 或者是感染引起的發音反應 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就從 校長這邊 獲得啊 一些醇化的成分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些醇化 醇化的成分啊 剛剛吳教授有提到過 那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同的 那時候我們啊 總共有13個 醇化的分子 然後第一件事情做 也就是說 它能不能去抵制細菌 那結果我們發現啊 它有某幾個分子 好像4號 10號跟12號 它抑制細菌的效果啊 相當好 可是呢 它終究不是抗生素 它不是殺菌劑 它是抑菌劑 藥物在的時候 它可以抑制細菌 那藥物移除的時候 細菌還是會長 所以它還是一個抑菌劑 那我們就更進一步來研究 就發現 它會去阻止 細菌裡面啊 一個控制發炎反應的分子 叫 M-Kappa B的活化 所以呢 當然4號 10號跟12號 這幾個存化分子 把它丟進去的時候 它可以啊 大大的降低 這個 M-Kappa B的活化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會使得 IL-8的轉入降低 那IL-8是我們認為啊 未發炎的一個很重要的細胞技術 那如果它降低之後呢 它可以抑制它發炎反應 所以呢 我們在一開始啊 初步篩選的時候 我們發現很重要一件事情 很少人提到啊 說牛腸肌 它會去抑制細菌 還有抑制細菌的發炎反應 所以啊 那當時啊 我們提出來啊 很快啊 就被這個 Food chemistry來接受 那這個 生肖感在這邊 那Dr. Rao 剛剛看到Dr. Rao 他在這邊 Dr. Rao 他是這個 印度到台灣來 他非常非常 這個 Outstanding的科學家 那我當時研究就發現 這一些啊 傳統的藥物 它竟然有一些 比較好的功能 而是我們以前沒有發現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想進一步啊 來探討 到底這一些成分 如何抑制 發炎反應 所以我們就更進一步 把這個 比較重要的成分啊 拿來做啊 科學驗證 那我們剛剛提到啊 有三個 其中 第四號 那事實上 效果是最好 那這第四號啊 它的成分啊 是Methyl-X-Net-B 我們簡稱為M-A-B 效果最好 那大家看到 它這個化學結構啊 其實它這個結構 就很像 Chorstero 膽固醇 這非常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做一些啊 分析 它會抑制啊 細菌 我們濃度越來越高 它會抑制細菌啊 的致癌蛋白 越來越強 你把它壓制住了 這個蛋白啊 就越來表現越低 那表現越低呢 它就比較不容易啊 導致發炎跟癌症 那這是一個螢光 那這個 我們把那個致癌蛋白啊 把它標之綠色的螢光 那原本呢 細菌感染速度的細胞啊 那個螢光就很多 那我們加入這個 牛樟絲的M-A-B成分 它會去抑制啊 這一些致癌蛋白 把它壓得很低 那壓得越低呢 它發炎反應就越低 它致癌的機會就越低 它致癌的機會就越低 好 那這個啊 也是啊 做一些分析 那我們發現呢 這個M-A-B的成分啊 事實上呢 最主要啊 它也會去抑制啊 M-m-cobab 這個轉入的分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拿去跟 膽固醇競爭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個是膽固醇 可以跟啊 這個致癌蛋白來結合 那M-A-B呢 它也可以結合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把M-A-B 這個牛腸汁的成分 掉下去 它就去競爭掉 油門螺旋菌啊 Cacanea這個蛋白質 跟膽固醇的結合 那你把它抑制住 讓它不結合 就把它阻斷了 在細胞外面 它這個細菌啊 引起的發炎反應 引起啊 宿主的癌症啊 就不會這麼嚴重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啊 我們去做一個 simulation 那我剛剛提到啊 這M-A-B的成分啊 長這樣 它的chemical structure 長這樣 那 那Cocero的chemical structure 很類似 所以基本上啊 這個牛腸汁啊 它有部分的結構 非常像膽固醇 那我們去跟這個 Cac-A的分子做 simulation binding 我們就發現 它Cac-A會去跟啊 這個牛腸汁的成分啊 來結合 那很顯然呢 這個膽固醇啊 就被淨增掉 它就沒辦法把這個 致癌分子 丟到宿主的細胞裡面 好 那這個是啊 在這2018年 長生大學 另外一位賴老師 他發現 這個 這個牛腸汁啊 它的水萃物 它可以啊 降低血脂 那降低血脂啊 基本上三酸甘油脂 以及啊 Total cholesterol 總膽固醇的量 會下降 那下降之後呢 細胞膜的膽固醇啊 也會跟著下降 所以呢 跟我們的研究啊 非常非常類似 它只要下降 這些膽固醇的成分 幽門螺旋菌的感染啊 或者是幽門螺旋菌 引起的發炎反應 就會跟著降低 所以啊 我們啊 就 很 很幸運的啊 發現啊 這個 水萃物 百分之一的水萃物 就很有效 可以降低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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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 以及啊 這個 散蒜甘油脂的量 好 那我們在 這幾天 錄文裡面啊 我們就有一連串的報導 好 那我發現啊 當這個 牛樟脂的 萃取成分 它的存化物質 MAB 它有效的啊 去抑制 幽門螺旋菌感染 宿主的細胞 好 好 讓這個啊 重要的致病因子 進步到宿主的細胞 讓它引起的一些 發炎反應 好 細胞急速的產生啊 就會下降 好 所以啊 把這個 敵人 處決在細胞的外面 事實上啊 是一個很不錯的構思 好 就像新冠病毒一樣 讓它不要去感染宿主的細胞 讓它感染宿主細胞的能力下降 那事實上呢 可以減緩這個疾病的進展 好 好 我們感謝大老師 帶給我們這個 很有趣的研究 我也可以想過 它會對那個 會用的 我覺得感覺是有一支作用 那請問各位在座的先進 有沒有問題 非常謝謝大老師 很精彩的演講 我們知道 H.Perry 他確實在 對很多的 Information 或準備其實蠻重要的 那你們的Study看起來 它也有蠻不錯 就是 Antiolea的一些substance 也有蠻不錯的 看法 Inhibition效果 我只是這邊比較好奇 是想問說 因為 我們的醫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菌株的感染 比如說 像有這個 Steptococcus 旺古鱗樹 很多各方面 其實造成感染哥 它非常大的 而且有困難 那在我們醫院 其實北醫大上的醫院 其實也一直在找 Potential的藥物 然後他們也用了一些 Herbal medicine 我只是想說 你的Study裡面 你們除了在H-Pilary 有影響之外 你們跟你們的感染科 常見的感染科 去合作 做不同進出的一些 感染crevation 效果各方面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蠻有potential的 對 比如說 讓我有一個啟發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葉教授的提問 葉教授的問題很好 很多感染科的醫師 他們遇到的問題 都是抗藥性 或者是現有的藥物 他可能不容易來治療 尤其是一些急性感染 可能 就都非常非常的危急 像菌血症 跟敗血症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當時會選 油門螺旋菌 因為我們做這個 微生物的集團 一段時間 當時在中國醫藥大學的 醫學系登教 那時候 武教授是副校長 長官 好 那我們在做這個研究 那 做一做 人家 2005年得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那我就想想看 我再怎麼做都不會再得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不如做一些治療 那剛好它是一個慢性感染 那慢性感染 做這種traditional的 medicine 事實上是有它的potential 那如果說是一些急性感染 比方說 這些萬古棉樹抗藥性的長球菌 或者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事實上是有一點困難 而且大部分的這個herb 或者是這個traditional medicine 它其實殺菌的能力濃度要很高 那濃度很高 對宿主是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說實在要開發這種殺菌機 有它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往這個慢性感染為主這樣子 謝謝葉教授 不過這個牛湯汁真的是 我們剛剛討論過 它是一個神藥 就很多啊都可以來抑制 所以急性能你是有試過的時候 是之前我們有試過啊 一些mRNA 就對mccln抗藥性的不超多菌 對它因為那個細菌長得太快了 對 好那在座的各位 海白蘭想要請教賴教授 不好意思我剛剛說我是一個受益者 那我從以前上大夜班 對於我的肝還有本身我是女生 我們的血液的流量 如果沒有補充更好的team 對我來講都是身體造成很大的血傷 肝嚴不好 那血液也是缺鐵性平血 甚至嚴重到他們檢驗師叫我去更大的醫院 去檢驗看我是不是地中海型平血 但是我不是我只是地中 也是一個那個缺鐵性而已 那你剛剛教授所講的 我的胃也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我為什麼會一直點頭無倒蒜的原因 因為我的胃以前異酸 那個酸是超級多 我造了兩次胃劑 我造了兩次胃劑 我如果沒有這些精力的實驗 我今天我不敢站在這邊 之前來說教授的認真教授的說法 因為我有很多毛病 我從在我50歲以後 我可以說我沒有看過西醫藥 我除了我的睡眠品質 因為有一個點造成我要治安免藥以外 我沒有去看過去住院過 我除了這56歲快到57歲 我的腳受傷意外 可以查證我的病例 去研究我 為什麼我今天有辦法將我自己改善 還可以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我把我女兒從敗血症 醫生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為什麼還清醒著 直到現在 那就像醫大醫生講他一句話 你如果抗生素 這已經是最強的一隻了 再沒有用 你就沒救了 可是我女兒 你讓他還繼續活著 謝謝 謝謝分享 謝謝 教授你好 我是本地的學生 我想請教一下 Mesh-Pi-O-5 其實過去有學到 它主要是 V-S這方面 其實它會影響胃部的一個酸減的平衡 導致胃裡面的 流氷的功能沒有到很好 所以導致胃的胃霜 就是涉及到胃的 這個就是未必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Mesh-Pi-O-5的話 其實它就是 CHA這個表現 它其實對於就是 Alther的形成 它的角色是有多重要呢 就是它可能是 Culture有可能多少 它的一個Alther 或者Cancer的這個 形成的成績 好 謝謝 好 那謝謝提問 這個問題很好 那它是這幾年被認為 就被證實 它是一個Uncle Protein 那這Uncle Protein它怎麼做呢 它把細菌的這個盡控出來 然後Transgen到Mesh的身上 結果Mesh的這個GI-Check就展開 所以它就發現 因為細菌的 蛋白質竟然會死的 菇菇類動物 產生癌症 那在它還沒有自癌之前 其實它就是發炎反應 它被送到素補的細胞 它會被磷酸化 那磷酸化完之後呢 它就會引起一些 反應 因為Colta B只是其中之一 那Keymokine ILF 也是其中之一 更多的像L1 IL6那些都是 所以它大部分是被 發現在發炎跟癌症 那Alther呢 潰瘍 就不單只是CACA的角色 它還有其他致病因子 像你剛剛提到的UESA UES有很多 那A是最禍性最強的 那它使得這個 胃不是那麼酸 變得比較簡一點 所以你通常如果說 有很多群群肝癌的患者 那個胃不會那麼酸 那不會那麼酸呢 它那個PH的平衡 就會慢慢消失 那它會使得它 慢慢有一些發炎 然後潰瘍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一些 更嚴重的出血 之類 所以每一個致病因子 都有它重要的角色 不太可能只有一個致病因子 就扮演所有的疾病 謝謝 謝謝 謝謝賴教授非常重要的一個發現 這個CACA 我想要知道的是 您剛才提到說 這個Piori去感染的時候 它是一個慢性的起步 所以我們要從最早已經知道 看到它被感染 然後其實時間蠻長的 要怎麼去發炎 如果我要用檸檬去處理 就是給這些真的被感染的病毒 可以吃的話 那用什麼樣的影片 你用CACA 還用其他的ILF來發炎 說把他這個被感染 沒有造成他的那個 uncology 或是junum的形成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指定可以去做 如果有的話 這方面的話 我相信我剛剛的研究 就會更深入 知道被病人的這個 保護作用 或是網址 都會非常非常重要 謝謝 謝謝 謝謝理智長的建議 那他們臨床的GI的概念 他們其實也有一定的概念 那他們現在如果說 患者不適 然後覺得噁心 或者是腸胃會 其實他們很多醫師都會幫忙檢查 假油門螺旋菌感染 那他們的治療方式 其實是有固定的SOP 就是抗生素 就是三二一跟四二一的抗生素 那兩週之後 再回來附診 那他們現在都已經做得很先進了 都不用IndoScope 就是催氣 用放射線 催氣那個很低量的放射線 催氣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治療 那沒治療 回來再換抗生素 那當然很多抗生素就是一直換一直換 還是治療不好 那我們會做這個也是 腸胃科醫師在講 他們有提到就是說 有些患者他們覺得說 將一直回診 然後沒辦法改善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alternative medicine 就建議患者 患者說他有覺得比較舒服 那事實上他去吹氣 但是細菌還在 但是他覺得有改善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提出來 他其實不是殺菌劑 他沒辦法把細菌殺掉 但是他可以改善速度的生活品質 那剛剛理事長陳教授這邊講得很好 就是說 如何有一個indication 來指導Follow這個細菌 然後或者是這一些因子 謝謝理事長 貝拉斯你好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說到說 這個油漿脂它是一個抑菌劑 那之前有沒有研究就是說 將油漿脂的萃取物跟抗生素共同使用 有沒有辦法降低抗生素的使用濃度 或是說對一些原本就已經有抗藥性的菌作 如果同時使用原本具有抗藥性的抗生素 有沒有可能讓它的抗藥性降低 這個問題其實也蠻重要的 那我們當時在認定這個牛腸脂的萃取物 或者是分離的存化物質的時候 我們做了幾個test 那它比較不像殺菌劑 那大概就是抑制細菌 那抑制細菌到底抑制細菌的哪一個地方 事實上是我們沒有找到 那如果抗藥性啊 抗生素的抗藥性這個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比方說它DNA構型改變啊 細胞異的構型改變 那牛腸脂有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讓它構型比較改變 可能比較不容易 所以這個可以在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去加強抗生素的使用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啊 可以抑制抗藥性的藥物 西藥 但是牛腸是似乎還沒有辦法有這些功能 謝謝 這個最後一個speaker 上午場最後一個speaker 就是一個好處 因為前面的教授們都已經把背景都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講都可以講得很快 但是最壞的壞處就是大家問題特別多 開玩笑喔 這是都很好的問題 再請問各位還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謝謝來教授 謝謝大家